大家好,这里是佛之源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喜欢买彩票的人注意,十天之内,三大生肖能中头奖,尤其是第一个,一定要去买彩票,生肖虎,属相虎的朋友,为人宽厚心善,不论做什么,都会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不管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都能比较顺利。 十天内,属相虎财运颇丰,生活幸福安康,富日子迫在眉睫,能成就一方傲人的伟业。 总之,这个属相的人如果每项事情,都能够格外地尽心尽力,财员就会滚滚进家门,一天比一天富,比能聚财无数,未来幸福的日子在招手。 生肖兔,属兔的人天生富贵命格,明天开始喜事马上到家。 横财不断,大奖连众,属钱手软,财神会去你们家做客,给你带来财运,让你走运发横财致富。 希望属兔朋友抓住机遇向前冲,你不会一直缺钱。 从这一次之后你就会体会到,有钱是一种什么快乐,赶快来接财传递好运吧。 属兔的人天生富贵命格,明天开始喜事马上到家。 横财不断,大奖连众,属钱手软。 财神会去你们家做客,给你带来财运,让你走运发横财致富。 希望属兔朋友抓住机遇向前冲,你不会一直缺钱。 从这一次之后你就会体会到,有钱是一种什么快乐,赶快来接财传递好运吧。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寿彼南山,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注意了,属狗人要知道,一生会遇到劫难的年龄。 请为身边的属狗人积德积福,命乃天定。 我们往后人生中,会经历的所有事情,实则是上天早已注定的事情。 也正是如此。 很多人都想要提前预知自己。 这一生的命运如何? 提前知道自己往后的人生。 体现看透往后命运会发生的事情。 通过属相命理,可以揣测一二。 那么属狗人,一生的命运如何呢? 生肖狗的人,十分讲义气的一个生肖。 他们能够为朋友两肋插刀。 很多事情到了生肖狗这里,都能够圆满解决。 他们就是传说中的问题解决师。 但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那么容易。 生肖狗也会遇到一些难题。 尤其是在这三年,他们的人生陷入了最低谷。 前路迷茫。 快来看看到底是那几年。 一、33岁注意家庭和谐。 33岁生肖狗,会遇到很大的家庭问题。 可能很多时候生肖狗,在外面跟朋友们时间太长。 久而久之,引起了家庭的不满。 所以这一年,他们的口诀最多。 很容易产生一些矛盾。 搞得家中鸡犬不宁。 最后家人也是身心疲惫。 所以奉劝生肖狗,对待朋友最好有个度。 大家都要兼顾家庭、事业。 朋友才是最和谐的状态。 二、35岁注意事业低谷。 生肖狗的人一直以来,跟朋友们一起闯荡。 很早的时候就有了生活经验。 当然,在财运方面也是一直不错。 能够负担家庭的重担。 但是到了35岁这一年, 他们的事业开始停滞不前。 甚至有倒退的现象发生。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 生肖狗的学习能力减弱。 很多时候被人赶超上来。 所以事业遇到了 前所未有的低谷。 最好是能够多多学习先进经验。 改变现状。 才能够调整工作状态。 重新开始。 三、48岁注意身体健康。 48岁是生肖狗的本命年。 这个本命年生肖狗 可谓是霉连连。 不仅是在工作上。 在身体上的问题最严重。 他们的健康在这一年 会有很大的退步。 以前能够完成的运动。 今年开始觉得吃力。 而且大量的疾病。 也让他们身心疲惫。 所以生肖狗 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 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 是第一位的。 这三个月 生肖狗财运大旺。 八方来财。 财运这东西。 看不到摸不住。 但是让大家趋之若鹜。 每个人都想要得到财运。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够实现发财梦想。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生肖狗 在什么时候发财运势最旺盛。 能够实现财富梦想。 得到新的机会。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一、农历三月。 生肖狗在农历三月 能够有很顺畅的财运运势。 不管干什么都能够 获得很好的机会发财。 当然这跟生肖狗的努力 是分不开的。 他们对待工作 一直都是十分认真努力。 对于钱财也秉承住一种 正确的态度。 所谓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生肖狗就真正做到了 正确发财的方式。 所以他们能够实现财富梦想 是早晚的事情。 但是三月份急心地庇护。 让他们十分运势更好。 二、农历六月。 农历六月份是生肖狗。 一年之中的财运高潮期。 他们如果 在这个月没有把握机会。 肯定会错失发财的机会。 所以奉劝生肖狗 一定要抓住 农历六月份的机会。 加上身边会有贵人出现。 帮助自己。 将困难打倒。 最后获得更多的机会。 实现发财梦想。 三、农历十二月。 农历十二月。 快到了新年的季节。 生肖狗一般在这个时候。 发财运势特别旺盛。 尤其是自己做小生意。 能够发财旺运。 所以生肖狗。 可以把握这一段的时间。 将自己的好财运。 给充分发挥出现。 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最后八方来财。 财运大旺。 温馨提示。 每个人都渴求幸福。 但我们亦应当正视人生。 不总是一帆风顺。 我们应当保持吉人天象。 好运随身的信念。 善待自己。 善待他人。 积善成德。 好运自然相随。 如果遇到困难。 积极应对。 并适当做好化解措施。 相信所有不顺都是暂时的。 近来的有缘人。 请念一声阿弥陀佛。 佛祖保佑。 菩萨保佑。 妈祖保佑。 世间无病痛。 世间无贫穷。 最祝所有进来的有缘人。 健康无灾患。 福气满满乐开怀。 家人欢喜龙颜笑。 好运连连来围绕。 祝您发发发。 发大财。 发财后不忘救济穷苦人民。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心态软。 容易吃亏的五个生肖女。 晚年有福。 子女孝顺厚福深厚。 生肖兔。 熟兔的女人大多天生就很善良。 喜欢帮助人。 对待身边的人总是抱住有爱之心。 在她们心中。 这个世界都没有黑暗。 全是光明。 因此对于别人的要求。 她们通常都会答应。 能帮则帮。 不能帮也会想办法帮忙。 生肖猪。 生肖猪的女人温柔稳重。 眼光独到。 别看她们外表温和憨厚。 其实很精明。 只不过鼠猪的女人不喜欢计较。 就算是经历了低迷。 也会因为自己的积德行善。 一路运势高涨。 生肖养。 她们大事小事。 都是做到了尽善尽美。 所以孩子长大之后。 也能够孝顺。 感恩生肖羊。 让她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厚福深厚的生肖羊。 最终肯定是万事如意。 晚年幸福安康。 生肖兔。 属兔的女人。 大多天生就很善良。 喜欢帮助人。 对待身边的人。 总是抱住有爱之心。 在她们心中。 这个世界都没有黑暗。 全是光明。 因此, 对于别人的要求。 她们通常都会答应。 能帮则帮。 不能帮也会想办法帮忙。 生肖羊。 属鸡女骨子里有刚烈之气。 认死里。 她们认为对的便会坚持到底。 嘴上总是为自己辩解。 从来都不服输。 但是内心很软, 如同棉花那样。 一触碰便会被压倒。 嘴上骂人, 实际上心上并没有骂。 纳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智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 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